来了老弟 这个是一斤的羊肉 然后我们看看能穿多少串羊肉串 好吧 好 那朋友们我们这条已经把一斤肉 马上就穿完了 咱们看看穿了多少串 两串 四串 六串 八串 十串 十二串 十四串 十五串 好那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我们这条呢 把一斤羊腿肉已经穿完了 一共穿了十五串 如果我们跟外边吃呢 差不多能吃这个九串十串 如果我们在家自己穿呢 也就是穿十五串的左右 好那大家现在就能估算出来 外边卖的羊肉串 价格合不合理的 你想想如果咱们在外边吃羊肉串 在那坐着喝会儿茶等会儿 人家就把烤好的羊肉串给你送上来了 咱们也不用买肉 也不用去花功夫弄 也不用烤 最后直接端上来 吃就行了 吃就行了 所以要这么算下来呢 其实外边卖的啊 六块钱一串的羊肉串啊 如果它是纯羊肉的话啊 也不贵啊 然后人家还有这个房租 对不对 还有这个人工费 对吧 你还得雇人呢 对吧 所以我感觉这个啊 价格还可以啊 好那朋友们 你们觉得外边卖的羊肉串 价格合理吗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 咱们小五交流 好那这7Vlog呢 就到此为止 拜拜